其實我又覺得你一退休 你的人可能真的會停留在這裏 你就會去做 可能你會到處去做很多旅行 不自己上工作 但是我覺得始終有一個職業的工作 讓你去做小事 不是每天去上班的那種 你會心靈上、思想上 還是體力上 可能好像一個摩托那樣的機器 都會繼續去運動 你會更加去清晰 有活力一點 你一停在這裏 好像什麼都不用做 就好像很豐富 我自己 我自己可能露了命 那如果真的不做模特兒 那我沒理由做警察 你已經過了一年多 一定有計劃 我也有計劃 我不再做主持 我做什麼呢 那你的計劃是怎樣 我有幾樣東西 其實混淆都是關於美的 第一就是開一些有關靚的醫療中心 例如一些可以變靚的抗催腦 Basial 什麼都好 總之有關靚的養生 第二就是教學生 我亦都很希望 除了我這個journalation之外 我想可以下一輩都有一些 香港學生套長的女生 男生都好 模特兒可以繼續 深入下去 將你的知識成全下去 沒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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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